故事一人 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趙家鄉 章節當場身亡 另一副司令官及新文被彈片重創 三天後復活嚴終告一致 兩名美軍部問役在炮擊中喪生 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吳臉 參謀長流營為民在金門視察的中華民國 國防部部長一大圍軍復商 第二天解放軍持續對國軍在金門攀投陣地 廖國灣碼頭金門上義軍機場及炮兵陣地 集中火力攻擊 國軍則針對攻擊機場與碼頭的解放軍 炮兵陣地展開擺旗 而後解放軍炮火稍有減少 直至9月7日至9月18日再恢復攻勢 解放軍主要目標指向水頭碼頭 阻止中華民國海空運部工作 以達到封鎖金門的目的 美國支援作戰 炮戰發生後為了回應解放軍猛烈攻擊 8月24日美國白宮舉行會議 參謀長年期會議主席特文明 空軍上將陳述了軍方對台灣海峽為進之意見 認為如果有需要美軍要建物協助台灣軍隊防守 金門和馬祖這兩個島嶼防止解放軍海上封鎖 特文明認為為了有效防禦這些島嶼 將要動用核子武器 四日美國國防部將第七艦隊護防台灣海峽 此後第七艦隊協助中華民國海軍武器金門 並且與中華民國空軍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 中華民國陸軍舉行一連串防空兩棲作戰聯合演習 並派駐F-100戰鬥機即勝利與省飛彈入治台灣 同時也成立作戰指揮中心 8月21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同意派遣 美國海軍會台灣軍隊後勤運輸 以後國軍企圖維持金門的海上不及利用夜晚運 而寄放軍則以艦艇與暗空維持封鎖 美援台8吋號 9月中旬美軍支援國軍6輛203公里口徑的N55 以自走炮 俗稱8吋號 由陸軍第一軍炮兵607以接用 在台灣實習地中的首席訓練後 分兩批四次組移軍港由國軍海軍美字號運輸建立到滕湖 9月18日和21日國軍啟動轟雷計畫 由美軍協助國軍海軍陸戰隊運送8吋號前往金門 據國軍戰時紀改 9月26日 第一批三輛N55首次投入戰鬥 摧毀圍頭地區炮陣地下午4點 圍頭近海岸邊的陣地火炮後撤N55以火力追擊覆蓋 9月29日第二批三輛N55投入戰鬥 主要攻擊大陣型聯合炮陣地核攻勢 9月27日國軍第一軍炮兵607以第三批次搶攀成功 金門增加6門N2000一式8吋榴彈炮 至此金門國軍共有12門8吋長程重炮 對於國軍8吋炮的戰鬥 國購雙方有不同的記載 在台灣方面當時大維得到戰鬥 稱國軍觀測和射擊準確為頭解放軍炮衛攻勢 但飛火炮破碎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 8吋炮一個多小時的射擊中 徹底監列解放軍四十幾處目標 中華民國國軍因此士氣大陣當代台灣軍使作家分析 12門8吋炮到位後 國軍取得火力上的優勢 其影響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在炮戰上轉位劣勢 無法在炮戰封鎖金門或削破其防守態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考慮到在政治上已有收穫 又不願衝突升高引發美俗勢力直接投入戰場 乃至使戰火延伸到華南地區 因此接連宣布停火一周停火兩周 單打雙部打降低衝突能量 衝突降溫 10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 彭德懷宣布基於人道立場 對金門停止砲擊七天 讓金門距離得到充分補給 10月6日彭德懷發部告台灣同胞書 金門戰士中此文及其他屬於彭德懷的多份重要文告 軍由毛澤東代理 解放軍以炮彈封鎖金門的進入打打停停 半打半停的外交政治為主 軍事手段位置的新階段 10月25日後解放軍停止砲擊 雙方砲兵蓋死十人持續砲擊作戰 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同德懷發部再到台灣同胞書宣布雙日停火 且單日也不一定砲擊 以後解放軍宣稱單打雙平 逢單日砲擊雙日不砲擊 此後自1958年8月23日開始的台海危機 便在打打停停的情況下 逐漸冷卻下來 1959年1月8日至1月15日 105天均雲戰士1月15日 解放軍突六座零星掃換射擊 自此以後 每逢單日則僅有小規模之射擊 或發射宣傳彈 國軍立場利用單日對大陸進行領星射擊 或發射宣傳彈 至於大規模之砲戰 則從未再發生 19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發動 然後將領星掃描迫的617號戰 619號戰 619號戰 而後踩 單打雙不打 方式務須余炮 直至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為止 1979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 国防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导致炮击的声音 金门炮击历时21年正式画上句号 类别 新闻与政治